我看见伤心的梦 你叫我暂死得去 可太有绝美 如何只顾 只得听闻你 发变阳风 你终于不忍愿你 心里极渴望 希望留下满着眉 从二十一岁熬到二十七岁 张古荣出道第六年 发到第三张专辑 才终于唱到人生成名曲 《风气俱吹》到底有多经典 即便过了八年 还是成为电影主题曲 取手投足 总是不经意漏电的哥哥 不止情歌唱得动人 快歌也很有气势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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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妮可 谁能代替你的位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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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妮可 节奏名快的莫妮可 在当时为香港乐坛 注入一股活力 张国荣掀起舞曲旋风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 也是第一首能登上公众舞台的 迪斯科舞曲 莫妮可 张国荣 是我们另外一位 劍哥金曲的得奖人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 将一生青春牺牲 淘我荒废 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好原来放弃 有天上令我过心有牌 出道以来首次夺下 香港两大最具代表性的 流行音乐奖 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竞歌金曲 将张国荣推向巨星行列 之后在红堪体育馆 连开十场演唱会 唱述写下香港歌手出登红馆开唱的记录 为你忠情 替我支持 请你珍藏 直翻车 谁能想到在刚出道前几年 还没成为天王巨星的张国荣 是一路被观众虚下舞台 1985年开始 29岁的张国荣事业攀上巅峰 横扫各大奖项 不记得风 不记得风 张国荣 从前如不记得风 不爱心间 我说我最害怕世梦 若为我痴心 便定会伤心 我本事个暂时情人 但1987年度 竟歌金曲 金奖歌曲是 无心睡眠 张国荣 有我不幸 冷的坚弥 越在我的心里边 始终只有美方可 我令谁会的心在 我无心睡 我老高知 踏着脚在外面 昨天的你 也是心着天使全非不来 能动能进 帅气迷人的舞台魅力 让张国荣连年包揽最佳男歌手 及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和全年销量冠军 当时香港乐坛 唯一能与他平分天下的 只有谭永龄 两人垄断80年代 各大音乐奖项 也因此出现谭张争霸 谭永龄比张国荣大六岁 也红得比他早 连续四年蝉联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直到1986年 被张国荣夺下大奖 仿佛是在替谭永龄抱不平 台下歌迷虚声四起 从领奖一路虚到开始表演 宛如唱出自己的心声 张国荣凭借有谁构名 夺得十大竞歌金曲压轴大奖 让谭永龄的歌迷不满 用虚声问候台上的张国荣 他强忍愤怒 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有的人拿到成就 就要用很短的时间 有的人要拿到一些东西 就要比较长这个时间 不过至少我所得到的东西 但我自己很悲心地用过来拿 谭张两派歌迷水火不容 不只发生互骂流血冲突 见到两人的车子 还会拿石头刮车身 尽管两人不断规劝自己的歌迷 但情况似乎越来越白热化 最后逼得谭永龄在1988年 宣布退出所有音乐颁奖典礼 张国荣退得更彻底 宣布直接封麦 在1990年告别演唱会上 流泪唱完最后一首歌 封麦一世让粉丝心都碎了 33岁在宏馆连开33场告别演唱会 张国荣正式退出歌坛移民加拿大 而且就是觉得要唱个歌也差不多唱完了 没有必要在乐坛方面要怎么样去争斗 此时已成为国际影帝的张国荣 耐不住粉丝的声声呼唤 五年后重拾麦克风回来了 这位影歌双气的天望巨星 红遍日本韩国也没忘了台湾市场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 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 拒绝再玩 我重复同样的错误 停止转动 离开别人的怀里 也许你更愿意 感觉一下我心里的传奇 我们都太骄傲 还在乎谁重要 比较那付出 只要家庭能见 回归后的张国荣多了一种洒脱 感情也一直是外界的焦点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香港磁神灵溪特地为他写下这首 我唱出跳脱世俗的人生态度 一九九七年更直接在演唱会上宣告出轨 在我最失忆的时候 经济最差的时候 他可以将他所有的人工 几个月的人工 借给我渡过难关 你知道我讲的是谁吗 当然就是我的好朋友唐先生 张国荣看似名利爱情兼收 却因为备受关注承受莫大压力 饱受忧郁症之苦 2003年愚人节当天 他跟所有歌迷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 从香港文化东方酒店一药而下 结束短短46年的生命 告别是这天上万歌迷聚集在殡仪馆外 从早等到晚只为了送哥哥最后一程 一代巨星陨落震惊全亚洲 也让五天后登场的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 弥漫悲痛艾思氛围 一望你眼泪温馨已通天 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没改变 今天我原地有事坚勉坚 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 当年一在华语娱乐圈呼风唤雨的四大天王 更难得合体以英雄本色主题曲 当年情向张国荣致敬 Lesslie 多谢你们 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会记得好 回眸一笑百媚声通常是用在美女身上 但拿来形容张国荣却毫无违和感 她的举手投足一鸣一笑皆能颠倒众生 当年风靡韩国的程度堪称全民偶像 直到今日以80或90年代为背景的韩剧 还是会出现年轻人围在电视机前 一起看英雄本色 吃着他代言的巧克力 墙上也贴着哥哥的海报 甚至主角绰号就叫张国荣 当年17岁的全志贤 第一次见到偶像 还紧张得平平恩之 请大家期待 计方小伯涼 二房 adpa adpa idbob a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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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比�米饭 比�米饭 老师? 嗯 老师,今天晚上什么吃了? 比�米饭 比�米饭? 嗯 我也吃了比�米饭 那你最喜欢的韩国食物是什么? kimchi kimchi? 我也喜欢 kimchi 张国荣一生获奖无数 却始终与这个奖无缘 1991到2002这十一年间 凭着《阿非正传》 《风月》、《春光乍蟹》、《枪王》 及《一座异渡空间》 五度问鼎金马影帝都空手而回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拿到金马奖 是自己创作并演唱的电影主题曲 《红颜白法》 系数那些年华语影坛经典 总伴随着一首又一首 快智人口的金曲流传人世间 您心中也有一首被遗忘的时光 滚滚红尘追梦人 或是一样的月光吗? 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他牵连你的梦 身披白纱的吴倩怜 在重击后座環报刘德华 在香港街头狂飙 一路长发随风飞散 脸上不见有亲人终成眷属的喜悦 滴落在蕾丝手套上的笔血 格外令人揪心 这一幕堪称 华语爱情电影中 经典名场面 你看我看一眼 把默然红颜手控着 青春无悔不死 永远的爱人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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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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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让颜值巅峰奇的华仔尽情耍帅 风靡台港中寒 从此每当罗大佑写的追梦人前奏一响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定你的梦 不知不觉 这城市的历史也接触了你的笑容 立刻勾起观众回忆沙 炊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渡眠的日子 炊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渡眠的日子 来自抗云湖的日子 随着不今日的你 而少年的仅是天聋 自尖重的一千元之一 那生命重重无语的交纵 详细远世间的虫 或谴essen流传的因果 同样在一九九零年 出品的《滾滾紅塵》 寫下花語影史傳奇 入圍十二項 抱回八座金馬獎 主題曲也是出自羅大佑之首 當時林青霞與秦翰 以真情侶演出男女主角 對手戲火花試色 也讓出道三十六年的林青霞 終於首度晉升金馬影后 台下到領獎台來拿這個獎 距離這麼短 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很近 但對我來說 好像走了幾世紀這麼遠 羅大佑攜手陳淑華 在金馬舞台上重現紅塵滾滾 隨著陳淑華退影成為絕像 關門紅塵裡有音樂的愛與 等水火人的 是純熟 副歌以下觀眾馬上就能跟著唱的 還有 副歌以下觀眾馬上就能跟著唱的 煘惟 副歌以下 progression told 字幕部 Giving 歌手ушка上特賬 《 Ore Forum》 製作歌聲稱聲聲聽言歌 在劍與控制 takimi 尼聖堂 走結果最強近向你 副歌以下 crooked 非政府找遶 Wiz 連你共合這次可或許 掌握了 街首 潟無倫敵的円鼓 每次人呈 końools殺 對 飛躁然后它 呈吸 對手副歌上 step指揮 你問你 又是羅大佑 填詞譜曲演唱一首包辦 滄桑又略帶沙啞的賞音 唱出國共內戰時 流落泰緬抑鬱的孤軍 進退兩難的背歌 你們還有什麼好犧牲 就是我們自己挑命而已 大家都請中國人 你們為自己犧牲嘛 有別於抑鬱這種大時代夾縫中 求生存的悲情氛圍 康天笑 紛紛世上朝 誰乎誰上出天之笑 1990年的《笑傲江湖》 徐冠傑 葉童 舞馬 還有殭屍道長林振英 在船上合唱 沧海一聲笑 快翼江湖 令人神望 黃瞻填詞作曲 國語版由他與導演徐克 還有永不缺席的羅大佑 三大教父級人物共同獻聲 抱回競馬獎最佳電影插曲 然後接下來換成黃瞻大事時間 黃瞻填詞和聶小倩 人鬼殊填的愛情故事 讓張國榮和王祖賢紅遍全亞洲 黃瞻填裏 美夢有幾多方向 找遲遲夢畫 終深夢 路垂人亡 黃瞻創作 張國榮演唱的主題曲 不管過了多少年都是難以超越的經典 但誰能夠想到 在華語影台擁有國際級地位的張國榮 五度入圍金馬影帝都鎖魚而歸 唯一一次走上金馬舞台領獎 竟然是因為這首歌 從前我以後一夜更擁有 難道這不思願相戀到白頭 難以能相信 前面是分手 能令我高明年 愛的龍 與林青霞合拍的《白髮魔女傳》 由林青霞作詞 張國榮作曲並親自演唱 主題曲《紅顏白髮》 讓始終與金馬影帝無緣的哥哥 在1993年首度成功上馬 實在非常意外 因為我這次來 我爆料的是頒獎人的心情 沒有想到會拿獎 如果說每部愛情電影 都有自己的專屬主題曲 之外 中빈金馬漨繪 那劉青暈與援詠儀 的這一首就叫做 心不了情 愛你做不了 今夜的命感明了 遠了了 親了了 官方演唱的《心不了情》 伴隨電影回檔超過三十年 更被蕭敬騰、楊宗偉 拿來當作比賽主打歌 到老怎樣面對一切 我不知道 回憶過去 痛苦的相似忘不了 為何你還來 我跟我心跳 愛你怎麼能了 同樣也是歌唱選秀節目 選曲大熱門的還有這首 一句句 《酒感的湯味無》 彷彿成了催淚狂響曲 來自1984年電影 搭錯車的主題曲 原初傳來你多麼熟悉的聲音 讓我想起你多麼自想的心意 什麼時候你才會到我身旁 讓我再和你一起唱 蘇芮高亢魂厚的嗓音 唱出雅叔、孫悅 與垃圾隊撿回來 一首拉拔長大 相依為命的洋女劉瑞琪 在功成名舊成為當紅女星後 相見不相認的無奈 他真的是他爸爸 你想行面是什麼 行騙 你才行騙的 他一直打 阿里啊 阿里 你敢說 他是不是你爸爸 敢說 敢說了 你們看 他自己都不承認是蘇芮琪的爸爸 包辦演唱片中 所有插曲的蘇芮 更一舉奠定歌壇 天后地位 而這兩首經典金曲 又是羅大又寫的 來啊 過來聽聽 是誰 在敲打我窗 人聲多煩 是誰 聽不看到啊 在撩動情線 這人聲就浮了你的前面 高音甜 中音準 低音勁 他都說了 通透了 老歌被遺忘的時光 是電影《無間道理》 梁朝偉和劉德華 在音響店裡 上演精彩對手戲的 靈魂背景音樂 蔡琴低纏 如絲絨般的嗓音 也就此滑過 並伸直觀眾心裡 是誰 在撩動情線 那一段 被遺忘的時光 劉德華 梁朝偉 你們現在 還會坐在一起 當我的發燒友嗎 《警匪臥底》 經典之作 《無間道》 一眼就是三部曲 甚至劇本 被好萊塢賣去翻拍 同樣也自成一個宇宙的 還有《古惑仔》系列 而把一首電影主題曲 唱到巔峰的華人歌手 只有他 從他們的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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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經的船上 我們曾經的船上 穿著旗袍的李文 化為耀眼的一抹紅 站上奧斯卡舞台 深情獻唱 入圍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獎的 《臥虎藏龍》主題曲 中文版《月光愛人》 更不負眾望 拿下香港金像獎 最佳電影原創歌曲 大導演李安 慧眼獨具 親自清點李文 創下無人超越的紀錄 堪稱華語歌壇 天花板 動人的旋律響起 能讓電影片段自動浮現 永遠刻骨銘心 而一出出經典好戲 更在主題曲加持下 隨著時光流逝 更加耐人尋味 直到海枯石爛 浮現在我的腦海 張國榮演繹過無數經典角色 無論是倩侶幽魂的 命采成 菸織寇的十二少 大王別姬裡 不瘋魔不成活的成蝶衣 阿飛正傳中 那隻沒有腳的小鳥 續載 或是在縱橫四海 與紅豆中楚紅 發貴周潤發 大潭三角鏈的 匹帥神偷阿詹 這些角色在張國榮之後 無人可超越 但說到改變他一生命運的 非1986年英雄本色莫屬了 這部由吳宇森指導的 港片暴力美學開山之作 讓哥哥紅遍日韓 風頭更勝雕牙籤 雙手開槍的發歌 及不做大哥很久的 獨龍 這首當年琴一響起 腦海立刻浮現 經典港片英雄本色的畫面 張國榮能唱能演 但應該很少人知道 他拍的第一部電影 竟然是三集片 保姨爺 你為什麼要疼我 我沒有疼你 我只是疼你面上的胭脂 22歲的張國榮 芳華正茂 飾演多情公子賈寶玉 毫不違和 但她卻說 這是自己電影生涯的污點 還好後來 她的俊俏臉蛋 終於擺對位置 她是不是你們姊妹 她是姊妹 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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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叫姊妹 兩個大男人這疫情 在保守的80年代 算是很前衛 這個叛逆少年的角色 讓26歲的張國榮 首次入圍香港金像獎 最佳男主角 這時的她 也剛在歌壇站穩腳步 為你鍾情 憑我之事 請你珍藏 這份情 當時剛榮獲十大金歌金曲 最佳男歌星 長相帥氣的張國榮 影歌雙七 電影主角自己演 主題曲自己唱 拍的青春愛情片步步脈座 不要怕 快問我拿 快問我拿 很快的迎來第一部 讓他擁有國際知名度的代表作 不要再給我再給我 給我阿上 阿上 我不要做大哥好久了 集結張國榮 周潤發 迪龍 三大巨星 由吳宇森指導的英雄本色 開啟影壇 暴力美學動作片類型 張國榮失戀警察阿傑 將夾在親情與正義之間的掙扎 詮釋的絲絲入扣 魅力席捲日韓 中分髮型 更引領時尚潮流 這次的舞台 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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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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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喜歡 英雄本色播出後 張國榮幾乎成為韓國全民偶像 全智賢、宋仲基、劉再席 都是他的粉絲 即便過了三十多年 還在懷念 有史萁 有史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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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棒 我真的以為20年代的企業 有史萊 有史萊 原來是史萊 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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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亚洲 以下来的这首歌 就是和法歌很有关系 第二就是 我重映以来 最喜欢的一部戏 也都是重映以来 我最喜欢和偶像那部戏 就是英雄本色的主题曲 《当年情》 1988年张国荣在 丰卖演唱会上 重现当年情 让小马哥卓润发在台下 颜面痛哭 我已经没了个弟弟 我不想连你这个朋友都没了 片中演出大哥的迪龙 就算片商捧着钱上门邀约 也不愿再重拍经典 因为 多好多得嘛 多好多得 你再抄 而且人物是人非 你怎么可以再玩多一个张国荣 给我的 张国荣的一纲一揉 让戏路充满无限可能 可以是热血警察阿杰 也能化身穷书生 宁采成 和女鬼上眼妻美的旷世绝恋 水好深了 快点上来 小姐 对不起 夜深了 太黑 我看不见 明天一早就替你捞起来 这水是又深又冷啊 怎么你的手比我的手还冷啊 因为你比我冷 小姐 你们这的人说话习惯 是不是都喜欢靠那么近呢 我需要你给我一点温暖 一九八七年电影《倩女幽魂》 张国荣的宁采成风华绝代 王祖贤的聂小倩 仙气逼人 双双贡献出颜值巅峰代表作 不只王祖贤获得亚洲第一美女称号 也让哥哥这个昵称 从此跟了张国荣一辈子 外传小十一岁的王祖贤 在排戏期间私下都称呼张国荣为哥哥 后来才流传到演艺圈内 大家也都跟着叫 我们真的要 真的好多谢哥哥你帮我做嘉宾 你怎么哭呢 为什么你要射门 不要这样呢 很感动的 总之你给了你的意义 添了不给我们 从纯情的书生 到完裤子弟十二少 张国荣永远演什么像什么 你好多重要 冰棋状 龙状 男中 男中 无法中 最后愚母愚弯愿 愈极愈离花 哥哥的阴柔气质 将十二少的雀懦和窝囊 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青楼女子如花 从苦恋到阴阳相隔 再到口且偷生 晚景凄凉 层次分明堆叠的演技 让她第三度入围 金像奖 我真是无缘 你无情 从我情分相适 情将谁向我适合 三十多年过去 胭脂寇仍无人敢翻拍 后世还流传这么一句话 举世无双十二少 毕竟张国荣的娇媚 没人选